卓西湘的达纳文化工作室成立不到一年时间 办了很多和部落文化传承有关的活动 最近和台北的自行车业者合作 用自行车旅游方式来认识玉礼卓西还有副礼 这项活动一部分经费会捐给玉礼天主堂 而工作室的负责人沙利浪 她长期致力推广布农的文化 这次也透过自行车旅游方式把游客带进部落 导览解说让更多想认识布农族文化的人 可以更深刻了解与探索 仔细的整理自行车确认没有大碍 就是要从玉礼火车站开始骑程到副礼乡 这是由卓西湘太平村以及山里部落 三位年轻人成立的达纳文化工作室 主办的八通关单车公益活动 也就是透过骑程自行车来做文化导览 24号是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的路线其实就是希望把那个八通关 越岭古道的前段就是尤其是从玉礼到登山口 这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一直都觉得八通关 越岭古道是比较登山路线 或是比较狭窄 可是它其实是从玉礼作为起点 然后经过那个玉礼的山边 然后再到佐乐再到登山口 然后在这段路线的时候 它其实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而且是可以透过脚踏成立到现在不到一年 办理多项跟部落文化传承相关活动 近期跟台北自行车业者牵线 促成了用单车旅游方式来认识玉礼 卓西以及副礼 自行车厂商负责人 也因为去年来到玉礼旅行 认识玉礼天主堂神父刘一峰 被他的爱情感动到 也投入了公益活动 这次活动将一部分的费用捐给玉礼天主堂 就来玉礼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小小力量 做一些这个提供脚踏车 做公益单车旅游 然后呢 我们就是到处跟人家分享我们的想法 那就很多人就提很多的意见 这是达纳 那知道达纳 萨利朗这边 他们有在做人文当地的这种推广发展 那与其用游览车 我们用单车 因为单车才可以感受到玉礼的美 工作室负责人萨利朗是一位布农族诗人 长期致力于在推广布农文化 这次更是透过自行车的旅游方式 把游客带进部落 导览解说让更多想要认识布农族文化的人 更深刻了解跟探讨 记者高双双玉礼卓西采访报道